一统天下之后 可以再长加利益 开制散业 娶娶两个女子 值得我们父子俩为她反目成仇吗 义父 你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神 可是你刚才说了这样的话 让我觉得你也只是个人 盘点天下第一中的经典角色 天字第一号密探断天涯 断天涯是铁胆神侯最为器重的义子 刚一出场便率出天际 从黑衣舰队的手中 救下了杨雨轩的妻子和儿子 天字第一号断天涯 断天涯的身世颇为悲惨 亲生父亲被继父杀害 母亲和姐姐被继父霸占后 相继投井自尽 断天涯为了报仇 躲在继父的必经之路上 一刀将继父送上了西天 铁胆神侯得知断天涯的经历后 将断天涯收为义子 连同上官海棠一同训练 而在断天涯16岁时 铁胆神侯单独召见了断天涯 表示断天涯的基本功已经完全掌握 可以学习更为高深的武功 铁胆神侯告诉断天涯 他悟性极高柔中带刚 有一种武功最为适合断天涯 那就是东营的忍术 在出发前 铁胆神侯将家传的金刚软件 送给了断天涯防身 断天涯来到东营后 遇见了伊赫派弟子小林郑 通过小林郑来到伊赫派 见到了伊赫派掌门伊赫五脏 伊赫五脏阅览完铁胆神侯的密函后 将断天涯收为弟子 而为了方便在东营行走 伊赫五脏给断天涯取名龙泽一郎 断天涯在伊赫五脏的金星教导 以及小林郑的帮助下 很快成为了一名中人 几个月后 伊赫五脏派断天涯前往江户 结识了柳生新音派的柳生弹马首 柳生弹马首邀请断天涯前往柳生家族 让断天涯碰见了一生的挚爱 柳生家族的长女柳生雪姬 我第一眼见到雪姬 信心被她俘虏了 我以前绝不相信一见钟情 但是今天我不得不相信 断天涯对柳生雪姬一见钟情 可爱于东营里叫森严 一直没有机会与柳生雪姬接触 谁知柳生雪姬同样对断天涯一见钟情 她故意找到断天涯切磋忍术 郎友情切有意 两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柳生雪姬更是要求断天涯 让断天涯背她下山 雪姬很轻 我背着她一点也不累 我们一直在留着 我知道 到了山下 我要放下背上的她 可是我更知道 我这辈子 都不能放下心里的她了 断天涯和柳生雪姬两情相悦 本来有在一起的可能 可一个人的出现 却改变了这种局面 这个人便是东营第一见客棉狂四郎 棉狂四郎的幻见剑法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柳生雪姬的哥哥柳生士兵卫 早就对之垂涎三尺 可惜柳生家族与幕府勾结 被棉狂四郎视为武林之耻 说什么也不愿意传授他幻见剑法 反而是来自中原的断天涯 利用真诚打动了棉狂四郎 决定传授断天涯幻见剑法 柳生士兵卫得知这个消息 顿时心生歹念用出卑鄙手段 在棉狂四郎喜欢吃的野果上 下了曼陀罗花毒 利用曼陀罗花毒的解药 威兵棉狂四郎交出幻见剑法 幸好这时断天涯赶到 追杀起了柳生士兵卫 柳生士兵卫不是断天涯的对手 一路之下毁掉解药 彻底激怒了断天涯 迫使断天涯用出了幻见 如果师父死了 你也活不了 断天涯用出幻见重创柳生士兵卫 又拿出铁胆神侯的金刚软件 将柳生士兵卫送上了七天 可由于解药一会 棉狂四郎痛苦之下选择了自我了断 师父 柳生士兵卫被杀的消息 很快被柳生弹马首得知 柳生弹马首通过调查 发现是断天涯所为 一鹤派掌门一鹤五脏 深知无法保住断天涯 要断天涯返回中原 寻求铁胆神侯的庇护 谁知断天涯离开时 还拐走了柳生血迹 柳生弹马首一怒之下 带人追杀起了两人 在雪山展开了一场惊天大战 杀神一道战